今天带王府警去看小姐姐 为什么不带有点灰呢 其实大家 老粉都知道原因 因为我比较渣 但其实刚出发我就后悔了 虽然我前面是好喝的咖啡和漂亮的小姐姐 但是我满脑子都是有点灰温柔的 我也觉得 帕特的cb咖啡馆环境很好 但是我心里想的有点灰却无情在这里待下去 于是我打车去了东朝艺术公园 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因为那里小姐姐更多 这几天是帕特811品牌日 我在现场做了很多游戏 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也多快乐 等下回去就有多恐怖 于是我赶紧兑换了帕特的豪华礼盒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渣男 我觉得这一套对小猫咪应该管用 刚开门就发现有点会背对着我 这个样子一看就是等我下过人错 但是经验丰富的我根本不慌 给他的糖他肯定是不会当面吃的 这个时候会立刻转身离开 最后再给唐家把料 给他发个誓 宝贝以后绝对不带别的小猫咪出门了 到这一步基本上就搞定了 羊毛的小伙伴学到了吗 然后顺时撂开被子 以他的名字呼唤他 来宝贝 少点了睡觉觉了 过来 oh no what